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gx是等于上下通出1的x分之1 等于呢什么 arctandx分之1 比上1的负x分之1 加上1的x分之1 好 当x小于0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gx它的符号问题 x小于0的时候 我们看上面这一项 这一块x分之1是不是有个小因 arctandx分之1呢 也是一个负号 它等于负的2分之π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分母 分母部分 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一个正五穷大 然后 整个式子 就变成了一个正五穷大的量 然后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 是一个1的负5 所以这个地方是0 那么 我们来写一下 limitx去下辅0 负gx就等于0 是不是 相当于是一个负的2分之π 比上一个正五穷大 加上0 所以它的整个是不是0的 好 同理 x大于0的时候 limitx去下辅0正 我们来看一下 gx 就像0正的时候 上面这一项 这一块 它是一个正五穷大 所以上面这一项 它是得于up之π的 好 下面这一项 前面就变成了什么 前面就变成了0 后面 它是一个正五穷大量 所以整个一笔呢 还是者之 也为0 但是同学们有没有发现 这一块 它对于0的时候 gx是 由一个负值 比上一个五穷大量 它其实是 gx是吗 gx是小于0的 此处 过一个正值 比上一个五穷大 gx是什么 gx大量 所以 我们limitx 等于tx 这得到什么结论呢 当x趋向于0负的时候 u趋向于0负 x趋向于0负的时候 u趋向于0负 好 那么接下来 limitx趋向于0负 fgx 准够就等于了一个limit u趋向于0负 fu啊 那么我们就把 我们就把这个fu带到这边去 好 我们先看一下 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 看一下 fx是它的函数的 x小于0的时候 它带的是不是 带的是不是前面这一项啊 带的前面这一项啊 带的前面这一项 mog1加上u的三次方 比上一个 arcsinu-u 好 我们看一下 u趋向于0负的时候 上面这一个 它是不是可以等价于 u的三次方 然后下面这一项 它是不是可以等价于 u加上六分之一 u的三次方 所以 这个数字 它就化为了 limit u趋向于0负 u的三次方 比上一个 u加上 u分之一 u的三次方 减u 0.6 再看一下 limit u趋向于0正的时候 fu的一项 20等于 limit u趋向于0负 1的负 u 把其中的x都换成了 u加上2分之1 u的平方 加上u-1 比上一个 u乘以12 6分之1 好 朋友们先看一下 分母这一块 分母这一块 它是不是可以等价于 u乘以6分之1 6分之1 它是一个 u的二接五中小 而我们之前算到 当 u趋向于0负的时候 它这个极限 就是6 因为这个选择体 所以我们 可以大整猜测一下 它此处的极限 是不是也应该是对于6 好 具体我们就在这一块 来验证一下 它是不是对于6 我们把分母 也同样的进行一个 等价无穷小替换 这一块 这一块它可以等价无穷小替换是什么 1 加上u 加上负u 就是什么 减u 加上1分之1 u的平方 好 可以了 到此处 分子 保证它是一个 二接等价无穷小 不为 不为 就可以了 等于 limit u 就像0负 1 u 加上1分之1 u的平方 好 就把插掉 加上1分之1 u的平方 加上u 减1 比上一个 1分之1 u的平方 这个1 还有这个u 都给约掉了 只是变成什么 limit u 就像0负 分子变成u的平方 分子变成1分之1u的平方 所以整个结果是对6的 我们看到它的左右极限都为6 所以整个式子的极限也为6 好 那么 所以我们这个棋 选择地下 那么这个棋就解答完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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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